受疫情影响 岛内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台北市各大商圈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空租潮 例如公馆商圈有不少店家都挂上了出租布条 整个商圈代租店面超过50间 连房东都说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情况 一个个铁门伸索挂上出租布条 疫情冲击下 位于公馆商圈大马路边的黄金店面 就有超过时间在招租 据统计 公馆商圈代租店数多达50几间 代售则有18间 公馆商圈房东纷纷表示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情况 而即使是还在开业的店家 业绩也是直线下滑 例如在台中市第五市场 以往大排长龙的老店 现在只有零星客人上门 禁止店内就餐 加上没有观光客 许多老店业绩惨跌 此外 部分夜市和市场虽得以因微解封而重新开张 但受人流管控等一系列防疫措施的影响 许多摊贩直呼生意不好做 但也只能咬牙坚持 期盼疫情早日好转 差超级多的咧 我没看到了咧 为了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他力量好 可是生意会很难做